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岁就将近七岁了 其实我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那你这个也骗了她 你为什么要骗她 当时离婚以后来到北京 我就想忘记过去 来到这个城市来一个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能够开始我新的生活 然后我就看到身边好多女孩子都好年轻 为了跟身边的人能够更接近一点 所以我就对我的真实情况做了一些虚化 然后我就觉得这上天还是挺眷顾我的 让我遇见了明明 她是北京人 家庭条件很好 给我买辆车买套房子不成问题 我就骗她说 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还不错 我是做海外高端产品代购工作的 但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导游 你也知道总有一天谎言要被戳栓 那你原本定计划是想在什么时候 她自己坦白地告诉她 你总有一天要说的 其实我第一次感觉害怕 是她有一次带我到家里 带到她父母面前 我们一起吃饭 那天真的非常开心 然后阿姨做了一大桌子菜 突然间建民她就拉着我的手 非常正式的 非常严肃地对着她的父母说 爸 妈 我要跟永新结婚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 可是我内心 我故作真正地坐在那里 其实我浑身上下很不舒服 我就是害怕 她如果知道了 她如果知道我的出身 她知道我的历史 她还能再接受我吗 后来她就要求去见我的父母 然后我就一直 就是推辞 不敢去面对这件事 不敢一下子让她知道 但是其实 我一直在想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她 然后一个第一周以前 我不是去向她坦白吗 我当面跟她把这件事都说了 但是她说 她说我不要跟一个骗子 生活在一起 我能够接受你比我大 我们家也不在意 你比我大几岁 可是你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的谎 难道有钱就那么重要吗 难道 离婚那么大的事 也是可以隐瞒的吗 当时说的 我一句话 我都说不出来 但是 我觉得如果她是真心爱我的话 她会来到这个舞台上 重新接受我 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们的爱情一个机会 迎订阅 迎订阅